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保温材料把管子给它穿过去 同样的两根也给它接好 接好以后我们把管子另外一端接到设备上面 我们把两根管子接到设备上面的进水出水 没有顺序 都可以接 只要是一个循环就可以 然后拧紧 另外一端接入到出水 拧紧 这样衡温水域的水循环装置 就连接好了 连接好以后 我们在衡温水域里面放上液体 要覆盖住最上面的金属管 放好溶液以后我们点击电源开关 设置温度 来调节衡温水域的一个温度 如果说我想改成8度 然后点击设置 制冷和循环必须要打开 它这边有标记循环制冷 两个都需要显示 才可以正常的做实验 没有的话那就是制冷没有打开 我们需要打开它 循环一样的 必须要打开循环 制冷 等到温度达到了我设定的温度以后 才可以做实验 样品的放置 首先我们把样品装到其中的一个干锅里面 把装有样品的干锅 放在右边 左边取一个空的干锅 放到左边进行一个餐笔 放好样品以后 我们把盖子盖好 放好样品以后 我们来操作软件 样品放好以后 我们操作软件 点击文件新建 输入样品名称 样品质量 然后设置温度 然后设置温度 目标温度 扫描速率 我们设置 设置 设置 设置好了以后 点击 继继续 然后开始 这边设备会运行 同时 采集图谱 实验结束以后 出来一条图谱 我们先保存 保存完以后 进行分析 我们看一下图谱过程当中 发生的相变 分析哪一条 就选中哪一条 点击分析 分纵和分析 把辅助线 拖动到封的两侧 选中 点击应用 确定 起始点 就是熔点 它这边有个玻璃化转面温度 我们也可以进行分析 把相变 这个过程 选中 点击应用 确定 相变温度 玻璃化 TG温度 降温度 降温过程当中 也是可以分析的 左击选中 这条图谱 一样的 分综合分析 把分选中 应用 确定 起始点 就是它的 接近温度 热接近 分析好以后 预览 可以生成一个报告 也可以打印出来 这个就是 软件的分析 得到的数据 刘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